对于张立善的弃选呢 外界解读是以退为峻 那么一方面呢 要弥补立委选举期间呢 跟张会员决裂的关系 要挽回选立会的这个票源 同时也希望逼国民党中央 出面协调人选 甚至也不排除张仁卫本人 可能会出马角逐 当然这一切 派气也牵动着年底的选情 在今天对于复杂的情势 云林县长苏志芬 亦有所指的说 他说那个世界的想法 我不清楚 原本以为将是一场 两个女人的选战 突然间对手张立善不选了 让苏志芬很讶异 以张家的政治性格来讲的话 他们会做这个宣布 我想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吧 不清楚 所以我真的是蛮意外的 有人说是以退为进 有人说是以退为进 然后哥哥张仁卫得出来 或者是 这个我想要为国民党许素伯利 我会比较清楚 我真的是不清楚 因为像隔了两个世界一样 就是不清楚那个世界里头 他们的思考逻辑是怎么样 连苏志芬都说这是两个世界 他看不懂张立善的用意 但外界的解读 张派这么做是以退为进 尤其张立善趁宣布退选的时候 还向张辉元示好 极力想修补双方的关系 这次云林立委补选 张荣卫原本支持张辉元参选 后来又变卦支持张耿辉 双方二十多年的交情彻底撕毁 但选举的结果出炉 两张惨输 张荣卫政治行情大挫败 张辉元对外放话 不排除参选县长 百名要和张荣卫的兄妹继续缠斗 地方人士分析 如果张立善参选县长的话 势必会再步上立为惨败的后城 于是宣布退选 一方面逼党出面整合 但另一方面也给双方台阶下 修补和张辉元的关系 至少获得水利会的票源 两年之后的立委选战 还有当选的优势 昨天新闻江戴景 云林报道